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今集的新婉宜化妝 是專為去日本旅行的朋友而設的 因為我用了很多由日本買回來的化妝品 如果有興趣想知道我用了什麼 就不要錯過,我們現在馬上開始了 回來素顏,我現在還沒塗防曬的狀態 最多人問是Clay Deport這一款 它是今年新出的UV Protective Cream 是有SPF50加,PA4加 它有點像Skin Care的Soft Cream 推開的時候會聞到香味 然後會有一層少少油潤感在臉上 它沒有泛白,也沒有一個很明顯的提亮感 所以定價$800我就覺得太誇張了 它的感受差距是沒有那麼多 之後是Canable的遮瑕膏 它的刷頭很有彈性,塗出來是很均勻的 然後遮瑕膏拍開很自然,不會乾的 在眼下面點三點 然後拍開它 它的遮瑕度我覺得不算高 大約遮瑕到三成而已 最多 Before and After,你當是用它調色就可以了 然後粉底用這個Cushion 它這個鵝蛋型是挺有趣的 我用的色號是23N 已經是最深色的了 對我來說還是有少少白的 想在這半邊給大家看一下 它有不錯的遮瑕度 然後是有光澤的 然後摸上去有少少黏 頭髮黏上去 是黏著的 是要定妝的 然後我用了幾次 它的感受不過不失 不會覺得它很浮 但是也沒有去到一個說 一定要買啊,很好用啊 所以呢 我就覺得可以留一點錢 不一定要買這個 黑眼圈我再加A&B的遮瑕膏 點一下就夠了 再用海綿拍開它 基本上可以遮了八成的千年黑眼圈的了 定妝我用Visey的這個彩色粉餅 好漂亮啊 裡面已經有一個粉泡都挺方便的 摸上去都不會有很明顯的火粒感 但是它的顏色呢 有少少白的 所以輕輕拍一拍就夠了 它是霧面的 的而且確沒有尊貴的碎粉那麼有細 但是也不會太粗的 可以接受的 眉粉用這一盒叫做CPCP 眉粉畫出來是有顏色 又很柔和 是OK的 但是我就不太喜歡眉刷 非常非常之軟 滑下去的手感呢 沒有那麼爽 陰影我用CAMEC這個O1還是D1呢 希望不會太黃 好像真的有點黃 素分開它就自然很多了 很多時候用了比較白的粉底 只要加上陰影 其實就不太割了 用餘粉掃上額頭髮面 看上去都比較小 這個掃的大小可以用來畫鼻影 我還買了這一款很多人讚的眉膠 它有多好用啊 容易上色 又不會遮蓋到眼皮 終於找到一個可以做到Heavy Rotation的替代品了 眼影今天就會用最多人聞的Lunasol 15號色 我是用手指去畫的 用無名指拿最深的啡色 然後就這樣掃開在眼皮的位置 就可以了 接著畫下眼尾 然後先畫眼 再用手指拿這個金色閃粉 掃在眼皮的前半部分就完成了 我忘記了賣電 用不到電耳睫毛器 所以今天呢 我就要夾睫毛了 太久沒有夾過 很生疏 接著用Fasio的Mascara 很久以前我有用過Fasio的Mascara 它是非常持久的 現在保持到這個優點 然後再輕生了 沒有那麼難落 所以我都經常會用的 眼睛和highlight的部分 我就用實聲 摸下去好像Mousse一樣 先在臉上再推開它 它會變成有一點粉狀 不會弄掉底妝 而且它也不會一塊一塊的 是很均勻的 很容易推 而打量摸下去 是會再濕潤一點 加在這個獅子位 它的光澤 是很漂亮的 馬上衝出來 這邊都一樣 最後塗完唇膏就完成了 差點忘記了 再加在鼻桶的額頭 登登 我找到MB的唇彩了 在衣櫃找到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發生這件事 但不要緊 最重要找到 調色非常高級 完全不像開架的顏色 我會在中間塗開它 再用手指慢慢推開邊緣 上次沒有說錯了 顏色是不是很漂亮 它的色號叫做 Galetto Brand 應該是石榴紅色 我猜 現在不用戴口罩 用它OK 最重要是先塗潤唇膏 這個是非常好 好了 換完衣服了 喜不喜歡這次的妝容 我會覺得日系的化妝品 是比較通透 很舒服的 沒有負擔 每一天去化 沒有問題 很有親和力的 然後有什麼產品 令你覺得 我去日本又要買 或者是多謝Hidy幫我滅火 記得留言告訴我 還有下次的新換衣化妝 有什麼想看 都可以告訴我 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這個 Gest Ready With Me 如果喜歡今天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讚 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會有兩條新影片 逢星期錄的 下午3點和星期日的12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按讚 3個月 按讚 5個月 1個月 按讚 3個月 按讚 3個月